我們把上禮拜的在21頁下面的這些討論的部分 包含這個表格很快的回顧一下 這個表格的意思是提醒我們說 如果我們利用這個電腦軟體 我們去做一個懲罰 做一個懲罰的計算 這個來的是誰? 許承安來了 我們去做懲罰計算的時候 這個表格裡面的A 這個欄位代表說我們乘的次數越來越多 而且每一次 增加10倍 從一次到10次到100次到1000次 那麼B這個欄位代表說他的這個公比是 0.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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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 那C欄位的公比是1.0000001 那 當然乍看之下我們B欄位跟C欄位 這兩個其實公比感覺上45入之後會覺得蠻接近的 可是事實上我們透過 透過程式的計算 你可以發現說我們 這個次數乘到一個非常大次方的時候 我們B欄位的數字就變得很小了 小數點後面0.00 00454 這麼小 那C欄位這邊的乘到了2萬多 那所以這個地方的話主要是告訴你說 主要是告訴你說 B欄位 他這個公比是一個純小數 他都越乘越小 可是這樣C欄位 這個一點多 他是一個我們叫代小數 而且他有個整數 還有個小數對不對 所以代小數在做乘法的時候他一定會 越乘越大 那所以這樣的一個結論我們在21月的下面這邊 21月下面這邊我們大概討論了4點 我們也是一樣 很快的回顧一下 由這個表格之呢 當公比的值比1 比1小一點點的時候 那麼他的次方去做一個N-1次方 相乘的時候就會越來越小 相反的 如果你的R的值比1還要大一點點的時候 那麼這個次方乘下去就會變得任意大 所以這個任意大基本上也就是無限大的意思 或者說 就是 按照 Limit的說法 就是叫做發散 那像上面這個 越乘越小 基本上 他 就是收斂 然後呢 可能收斂到0 這樣子 那麼所以 夸號E這邊 我們整理起來的 這個範圍呢 負1小於R小於1的時候 他的一個N-1次方會越乘越小 收斂到0 那麼 要注意到 這代表說他是一個什麼 正負純小數 正負純小數 意思是說不是只有正的純小數如此 負的純小數他做做做做做之後也是會有類似的結果 會是類似的結果 所以這叫做conversion 叫做收斂 那第二個如果公比R等於1的時候 那麼 收斂到1 收斂到1 再來第三個 R等於-1的時候 每一下會在-1和1之間 跳來跳去 或者說震動來震動去這樣子 所以他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趨近於一個固定的數的時候 那麼我們就把它定義為叫做發散 Divergent 發散 那第四個 你的公比比 一大的時候更不用講 你就越乘越大 對不對 所以 無法 不會 無限的靠近任何一個定數 所以就把它叫做發散 所以包含在負的時候也是一樣 這個公比是負5 負6 負7 負的什麼 2分之3 負1.5 對不對 他也是一樣 他 他在做乘法的時候 越乘越多的時候 他就變成說 往 正的方向 變大 跳過來 第二次再乘過來 這邊往負的方向變 變得更小 就正的方向又變更大 負的方向又變更小 這樣子 他變成也是在正負之間跳動 但是他 會離遠點越來越遠 所以他 第四點跟第三點蠻像的 就是 他也是沒有辦法趨近於固定的數 那麼我們就把它叫做發散 叫Divergent 所以我們二十四頁這邊 二十二頁這邊的 整理成一個表格 二十二頁這邊整理成一個表格 這個就算是一個蠻重要的一個表格 請大家特別注意 二十二頁上面這個表格這邊 我們一個無窮等比數列呢 他可能是AAR 然後到ARN-1次方 一樣是一樣提醒你們 重點是後面這個三個點 因為有後面這三個點 所以他才叫做 無窮數列 他也叫做無窮數列 沒有後面這三個點的話 基本上他就是一個 有限數列 有限數列的話 即便 他的公比 可能比一大或怎麼樣的話 他還是有可能會 收斂 因為他是一個無窮等比數列 那麼所以看到第一點這邊 負一小一 R小一的時候 那麼他會收斂到零 所以下面的這個 這個範圍表裡面大家看 先看右邊 右邊代表說什麼 代表說他的公比的一個 數 數目的大小 有點像那個數線一樣 我們中間定成零 右邊一個正一 左邊一個負一 然後呢 在藍色這個 這個線段裡面 從左邊到負一 右邊到 正一對不對 那當然這邊的 負一 大家有沒有看到 他是一個空心點 負一他是不能夠 相等的 那麼 負一小一R小一的時候 他這邊 負一應該是畫空心點 我們把課會標註一下 他應該畫個 標註一個空心點 他可能沒有印好 所以這個印圖形的人 有時候可能沒有搞清楚 這個作者的意思 負一這個點應該畫空心點 然後呢 一這個點也是一樣是空心點 一這個點也是空心點 因為他不能夠 等於 他就在這個負一小一小一 負一小一小一的範圍之內 那這一個 也說這個藍色的 區間之內呢 這個數列會收斂到0 那剛好R是1的時候 他針對黑色點 那麼他就是收斂到 A本身 因為你公比是1的話 代表我每一項都一樣 譬如說每項都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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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項都是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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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當然你無窮項之後還是100 那到無窮項之後你趨近100 我們就叫做收斂到100 類似這個情形 所以公比是1的情況之下 他的 每一項是相等的 那第三個情形 R等於負一或者是絕對值R大於10 那麼 下面的這個紅色的區 在 右邊的這一段是R比1大 左邊的這段紅色是R比1小 包含R等於負一 那他就是叫做 發散 那發散的話當然就沒有極限 沒有極限的話基本上就不會去做 去做這個 求和啊什麼總和的計算這樣子 好所以我們大概整理到22頁這個 重點整理之後我們下面的立體8大概就是用這個來做 立體8我們就用這個來判斷 立體8的話就像第1小題 0.999的N次方 對不對0.999N次方 那當然這時候大家就去看一看0.999 按照上面這個表格裡面的第1點 0.999這個 公比他是 介於正負一之間 對比1還要小 比1還要小 所以他就是一個 收斂的數量 他就是一個收斂的數量 那不但收斂而且他 會 越乘越小 所以立體8的話也可以直接就回答說他是收斂到0 這個當然可以畫個箭頭 然後就是收斂到0 他就直接就是收斂到0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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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子 可以就直接寫這個結果 那麼第2小題 第2小題的話是負2嘛對不對 負2的時候呢 這個公比就會 會比負1小 而且他很明顯 你如果乘一次方是負2 乘二次方變成是 正4 所以大概簡單的列個幾項 觀察一下就知道了 從負2開始 然後一直到正4 然後一直到負8 然後又跳過來變成是16 再跳過去變成是負32 又再跳過來變成是64 然後後面就給他點點了 所以第2小題的這一個 公比是負2的一個書列的話 我們去觀察他的一個 每一項的情形的話 從第1項負2 第2項正4 再來變負8 再來變正16 再來變負32 再來變正64 所以 他是 正負 正負這樣子跳過來跳過去 那你去觀察正德的部分 從4 到16 到64 越來越大 對不對 觀察負德的部分 負2 到負8 到負32 會越乘越小 越乘越小 所以簡單講 這個就是為什麼講說這種公比比負1小的 數列呢 他往右邊正的方向 跳跳跳越跳越大 往左邊負的部分 跳跳跳變成越跳越小 所以趨勤於負5線大 那麼這樣子的話 他的這個數列就是一個 發散 所以我們這邊第2小題的話 大概就是經過判斷之後 他叫做一個發散的一個數列 發散的數列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立體8這邊大概就是 根據我們21頁的這個 22頁的這個表格 22頁的這個表格 來做一個判斷就可以了 好 我們下面兩個選擇一起 我們馬上判斷一下 來我們 找個同學回答一下 簡單的判斷 我們就直接做回答 那個 等一下 看一下 上次說要點誰 忘記了 問陳安好了嗎 來那個 陳安聽到請回答 10號許承安 10號許承安 來了之後又不見了 OK 來我們看到22頁的這個時候練習 請你告訴大家 第一小題 如果這個數列1.0001 那麼他會發生什麼事情 會變得 會變得 他問 注意喔 他的問題是 對他的問題是問是否收斂 所以 OK 他不會收斂 所以就可以講 叫做發散 這是對的 那第二小題呢 這小題 收斂 是 收斂 OK好 那我們謝謝陳安的回答 因為這個問題就只是 讓大家做判斷 就根據我們上面的這個 這個方塊裡面所提示出來的重點 我們去做一個判斷 1.0001 那麼他是屬於 在第三種的這個部分 公比比一大的 叫做發散這個沒有問題 第二個三分之二的話呢 他就屬於低點這邊 差在正負一之間 正負一之間 或者 三分之二 同學如果去 去做一下 除法的計算 那這個大概就是0.6 循環6 因為他這個 2去除以3的話 小數點就一直是6 0.66666 所以基本上就是比一小 重點就是像低一點的 比一小 那麼所以他就是收斂到0 所以我想這個大概就 做個判斷做個回答就好 做個回答就好 好那麼所以我們在立體8這邊 這邊是把 這個數列的部分 去做一個討論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去討論到 數列的每一項的斗點改成加號之後 就變成所謂的無窮等比級數 你要記得級數是什麼 看到倒數第四上這邊 我們用一個加號 去將數列中的各項連接起來 我們就叫做 極數 中文就把它叫極數 那個英文是叫Series這個字 C-R-I-E-S 一個無窮等比級數 做一個加 加法的相連之後 它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倒數第三行這邊 A加 AR加上AR平方 一直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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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ARN-1 四方 那麼這樣的後面一樣有無限大 那個 三點代表無窮多項 我們把它叫做所謂的無窮等比級數 無窮等比級數 注意到這裡有一句話請看到 最後一行這句話 無窮等比級數它的核 不一定存在 不一定存在 所以我們要去經過一些討論 並不是做加法一定加得到答案 這個要特別注意到 那麼我們 接下來請看到 23頁這邊的一些討論 這邊的一些說明的部分 23頁這邊你會發現它一整頁都是在寫 有點類似像寫證明體的部分 那大家壓力不要太大 我們都 看懂了解就好 這個 不必說去把它 把它硬背起來 我們大概就是做一個實用 所以我們就知道它在做什麼就可以了 我們看23頁這邊 我們先將一個無窮等比級數從第一項開始加到DN項 所得的結果叫做 此級數 前N項的部分核 即為SN 所以請注意到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 名稱叫做什麼 部分核 部分核 代表說它是一部分 部分核這個叫做partial sum 這個所以我們 中文的這個部分核的部分 名稱就是直接按照它的 這個 英文把它翻過來 partial 然後sum sum代表總和summation的那個縮寫 那麼 因為是sum對不對 所以我們用 這個sum的第一個字母 s 來做個代號說 總和 所以大家注意到我們在做 極速計算的時候很喜歡用到s 的一個 這個代號 那因為它是N項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它寫成sn 把它叫做sn 所以譬如說假設是 前100項 S100 前50項就寫成s50 所以第二行這邊 sn等於a1加a2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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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到an 加到an 這樣子 好那麼 接下來 a1本身 第一項也就是叫s1 第一項就叫做s1 在注意a1加a2 兩項相加我們叫做s2 三項相加我們叫做s3 以此類推如果 我到DN項的時候我們就是N項相加sn 這跟上面這個寫法一樣 然後後面因為它是無窮等比級數 所以後面一樣就三個點 代表很多很多 來注意到我們這邊的中間 第1 第3端這邊 大廣告底下產生一個新的數列 叫做 s1 s2 s3 一直到sm 那這個我們叫做什麼 部分核數列 因為我們每一個s 不管s1 s2 s3 他就是 前N項 前幾項的總和 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這個前幾項的這個總和叫做 部分核 那所以如這邊的 標示呢 s1 s2 每一個s 它都是一個部分核 所以這時候這個部分核產生了一個新的數列 叫做 我們把叫做部分核的數列 部分核數列 最早看到後面的說明這邊 當這個部分核數列有極限的L是注意這句話 也就是Limiter sn等於L 我們就會說原來的 這個無窮等比級數 Sigma n等於1到無限大 an的核存在 所以重點的是這句話 所以把重點這句話勾起來就好了 也就是說我們這個 無窮等比級數 它到底 做了一些相加之後 它到底加加加加到後來是 會發散還是到收斂什麼的 要去算極限的做我們要怎麼樣來做計算呢 我們就 改成去做 它的部分核的數列 去看看它的部分核數列會發生什麼事情 發生什麼事情 那麼 當它 可以找到一個極限L也就是這邊所寫的Limiter N趨近無限大 sn 等於某一個數字L的時候呢 我們定義注意 一直強調看到定義兩個字就代表什麼 這是一個規定的 定義就不必證明了 我們就統一規定說好我們 比賽規則 遊戲規則是這樣子來 做 這個原來的 無窮等比級數 Sigma n n等於1到 無限大的核就會存在 所以有沒有發現 以左邊這個式子來講就是 Limiter是極限對不對 極限有一個答案 我們就說 因為你這個sn是一個 加法的結果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說你原來的這個無窮等比級數的 總核就會存在 你找得到極限 它的核就會存在 那這邊有沒有發現我們在表達 無窮等比級數的時候呢 這個sigma的上面 sigma上面就會寫一個無限大 寫一個無限大 所以這樣大概做個區別 就是說如果你這個數列 它是一個有限數列的話 不管 你可能是1000項 1萬項 或者是 50萬項 n等於1到50萬 n等於100萬 你有很多項對不對 但是我們在表達一個無窮等比級數的時候 這個上面就要寫一個 無限大 n 第一項開始一直寫到無窮項 an 這樣的一個寫法叫做 無窮等比級數 所以 如果上面這個無限大沒有的話 前面這邊就不可以叫做 無窮 就這樣懂意思嗎 上面這邊如果它就是某一個數字 不管多少 那麼前面就不可以寫無窮 一定要特別記得 所以無窮等比級數 我們在 單純用一個符號表達的時候 我們會寫成 Sigma n等於1 到無限大 的一個an的寫法 所以這邊 你不要講什麼 中文這六個字寫起來就比話很多 對不對 窮跟這個數兩個字比話都很多 無也不少 燈也不少 所以 為什麼講說這邊 這個意思看懂 就是說 以後我們就直接寫 Sigma 一到無限大an 代表的就是某一個 無窮等比級數 無窮等比級數 接下來這句話 這個核就叫做 核存在的時候 我們就說它叫做收斂 否則此無窮等比級數的核不存在 又叫做什麼 發散 我叫發散 所以這段話蠻重要的 這段話蠻重要的 我們再簡單的回顧一下 就是說 我們將某一個無窮等比級數 去做 一些 部分核相加的時候 S1 S2 S3 就是分別是一項 一項自己本身就 不用加 兩項就做相加 三項做相加 一直到有N項做相加叫做SN 然後一直重複這個動作 那麼我們去觀察這一個 部分核的數列 看看它是不是會有極限 如果有我們就說 原來的這個 極數 它是一個收斂 而且它的核也會存在 那核也會存在 基於這樣的一個規定之後 我們接下來的討論 我們接下來討論就是 用它來做基礎 來 第一點這邊 如果我的公比剛好是等於1的時候 剛好等於1的時候 那等於什麼意思 代表說 我這個 等比基礎的每一項都一樣 對不對 每一項都一樣 每一項都一樣 我們假設它是小A好了 A加A加A加加加加 那麼 因為我們SN是只有算N項而已 這個時候記得 當你寫SN的時候 你後面就不要再寫 三個點 你就不是無窮多項 你就是 只有N項 當然這個N可以很大可以很小沒有關係 看狀況 好因為每一項都一樣 都是小A來講的話 那麼這時候這個總和就叫做NA 我想這個應該蠻好想的 每項都一樣嘛對不對 所以有N項就乘以N 這個沒什麼 來接下來重點在下面這邊 第二點 我們討論重點在這邊 你那個公比如果不是等於1的時候 那SN等於A加AR加上AR平方 加加加加加到ARN-1次方 這個是我們原來一開始的 那個 定義的部分就在上面這邊 上面的第三行 SN等於A1加A2加加加加加到AN 對不對 此極數前N項的 部分核的一個表示法 好所以這句話我們寫了一遍之後 再來請注意到重點是在這邊 第二句話這邊 好第二句話這邊我們把 上面的SN等於A加 AR加AR平方的這個式 把它全部去乘以 什麼叫全部乘以R 左邊乘以R 右邊也去乘以R 左邊SN乘R 當然就是Rxn這個比較沒有什麼問題 來注意右邊這邊怎麼樣 右邊從A加AR加AR平方 一直到ARN-1次方 每一項都去乘以R 每一項都乘以R 所以你看到第一項的A乘以R就變成AR 第二項的AR乘上R就變成AR平方 然後以此類推AR三方 AR四方 那麼ARN-1次方的時候乘上R 它就會變成是ARN次方 因為我們的乘上R之後是次方加1 次方加1變成ARN次方 所以我們的 寫法上 你會發現 第二行為什麼感覺上好像這邊空了一個 空了一個他就是為了說我同樣的AR去對齊 我同樣的AR平方去對齊 一直到ARN-1次方去對齊 那到ARN-1次方的時候 就沒有 那個 第一次這邊是沒有這一項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退後過來 所以你去觀察到我們這邊的第二行有點像是把第一行全部退後的一個 位置 退後一個位置 我們讓一樣的把它對在一起 這樣發現 所以第二行 這是什麼 把第一行的SN等A加AR的 點點的這一句話 左邊乘以R 右邊也乘以R 左邊乘以R直接寫 那麼右邊乘以R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 做一個退後 因為第一項是A乘上R變成AR 那我們就這兩個一樣的擺在一起 在AR平方 一直充這個動作 好 這樣對完之後做什麼事情來注意到左邊 左邊這個叫做減號對不對 你就說我們利用減法去做一個相減 那相減的時候當然一樣的是不是就不見了 所以這時候這個AR不見了把它劃掉 AR平方不見了 中間AR三次方 AR四次方都沒有了 一直到AR的N-1次方也沒有了 都沒有了 對不對 剩下什麼注意 等號左邊-左邊 SN 減掉RSN 所以提出來變成1-RβSN 那右邊什麼 右邊就剩下一個 AR平方 對不起 ARN次方去做相減 因為中間都消掉了 變成A-AR的N次方 右邊中間空空的沒有了 因為都消掉了 A-AR的N次方 好那這時候我們的目標叫算SN 對不對 所以把它算 除過來 所以把1-R除過來變成分母 SN等於1-R分之 A倍的1-R的N次方 好那這個式子 有了之後我們寫成一個結論 剛才的第一點答案是NA 因為他R是1 第二點如果R不等1的時候 R不等1的時候 我們會得到這樣的一個式子 這樣一個式子 所以來 看到倒數第3號這句話 因此加大無雄多項 其核是否存在 就要看看SN會不會收斂 這樣大家懂意思嗎 因為我們這邊SN他只有到N項而已 但是我們今天要從N項去推廣到 無限多項 從N項推廣到無限多項 那麼我們就要 利用 SN的狀況 來 幫我們探討 來幫我們探討 那所以這個時候 SN的這兩個式子 R不等1 1-R分之A倍的1-R的N 和R等1 叫做NA 用這兩個來寫 來寫他的結論就對了 寫他的結論 好那麼我們在 22頁的那個 方塊 就已經探討過說 當-1小R小1時 R的N次方會收斂 而且趨近於零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上面這個式子裡面 的 右上角的這個地方 R的N次方本身會趨近於零 所以注意到最後面這就很重要 所以1-R分之A倍的 1-RN次方 因為R的N次方趨近於零 就把當作Limiter極限就寫零了 那麼1-0是不是就變成沒有了 就變成1嘛對不對 1-0 0是沒有嘛 所以 A倍的1-R的N次方變成 A倍的1-0 就只剩下A而已 所以代表說 這一個 這一項 1-R分之A倍的1-R的N次方 他就會收斂到 1-R分之A 收斂到1-R分之A 因為和N有關係的那一項 它會趨近於零 那其他的 1-R 注意 R本身它就是一個公比 所以它一定是一個固定的某一個數字 所以1-R之後還是一個某一個數字 那A是第一項 當然也是某一個數字 所以 基本上看這句話就是說 你跟N有關係的那一項 R的N次方收斂 且趨近於零 所以為什麼你會把上面那句話要畫起來 R的N次方收斂 且趨近於零 所以 我們找出來的 SN的這個式子 裡面 分子的括號就只剩下 1-0 那麼就變成A 所以反而這個 1-R分之A變成了 是一個固定的一個式子 因為每一個無窮等比級數 它反正都一定會有個公比 對不對 所以公比是一個固定的數 然後再來第一項 不管你第一項很大還是很小 反正第一項就 就開始的那一項 一定也是一個固定的數 不可能第一項就 就亂跳 不合理 所以這個結論就很重要 在23頁最下面的這個結論 請同學 務必把它劃起來 那它的一個討論 我們看到24頁這邊 又是一個方塊 這個 就是我們算 1-1蠻重要的一個公式 2-4這邊 無窮等比級數的 求和公式 重點在這個 重點在這個 我們看一下它的結果 首相 A不等於零 公比為R R不等於零 無窮等比級數 我想這個不等於零 應該懂意思嗎 因為你想想看 如果首相A就是零的話 那按照等比級數的做法 第二項AR 零在乘上R 第三項 AR平方 零在乘上R平方 所以 如果你首相是零的情況之下 基本上 這個等比級數 它的很多項都是跟零有關係 那就很無聊 不必做什麼計算 同理公比 R會等於零的話 那也是做不下去 也做不下去 所以這個 地方的求和的話 我們設定在 首相A不等於零 R也不等於零的情況之下 我們看看這個式子 無窮等比級數 A加AR加上AR平方 加加加加加加加到AR 注意 還是一樣 後面有三個點 代表它是 無窮 的一個 一個意思 好所以第一點 當-1小於R小於E10 它的 級數會怎麼樣收斂 而且總和叫做 1-R分 所以重點就是這個公式 務必把它劃起來 劃起來 我們在 剛才一開始的時候 22頁那邊是討論說 -1小於R小於E的時候 它是收斂到底 對不對 那個是 叫做什麼 大家 回來檢查一下 剛才這個低點 -1小於R小於E的時候 它會收斂到底 注意它是什麼 數列 數列什麼意思 就代表說它每一項是 一個單獨的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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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一個一個 那所以 當N很大很大的時候 它會越乘越小 注意越乘越小 所以 到 那個第N項的時候 它會收斂到0 因為它越乘越小 可是這個地方 請注意 我們24頁的這個方塊 一樣是-1小於R小於E的時候 它是做加法 求和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因為在23頁的下面 已經把 SN的一個總和的一個 市值已經推導出來 要嘛就上面這個 有分子分母的 要嘛就下面這個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 這個結論 總和會等於1-R分子 這個非常重要 一定要把它劃起來 這個是我們在做 無窮等比級數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公式 而且你會發現說 本來看起來 無窮等比級數好像 大家看著想到無窮大什麼的 都會覺得好像有點壓力 說哇這個不知道 到哪裡去了 這樣子 結果反而它的公式還比 等比級數的公式還簡單 為什麼 因為本來等比級數應該是 1-R分子 A倍的1-R的N字 它本來還有個分子分母有一串的 譬如說這邊S如果是50 50向總和你這邊分子就是 1-R的50字方 你還要去算那個東西 可是現在反而無窮等比級數的時候 當你N向無限大去走的時候 我們的分子 變成 只有一個A 因為 1-R的N字方相當於變成是 1-0 以極限的觀念去想的話 當你的N很大的時候 你的R是一個 正負純小數 那麼 你的 1-R的N字方就相當於是 1而已 所以這時候的總和公式就變成 1-R分子A 所以請同學務必把這公式勾起來 很重要 我們在做無窮等比級數的唯一的公式就是這個 而且這公式還不會很複雜 不會很複雜 他和 他的 原來的等比級數的那個 去做 對照的時候反而還比較簡單 所以這地方就是說不要看到 加了一個無窮兩個字 好像就很有壓力 覺得他變難了 其實並不會 其實並不會 所以第1點這個式子拜託拜託 一定要記起來 一定要把他記起來 那第2個 橘類子R 大於等1-10 他就會怎麼樣 發散 所以第2個一樣就是判斷 反正你是發散嘛對不對 你是發散基本上你的那個 去求SN部分核的時候就會越加越大 你可能往正的方向越加越大 也可能往負的方向 就變成怎麼樣 越加越小 他會往正負無限大 去做一個發散 所以 24頁的這個方塊 為什麼說很重要 因為 他是一個很 他一個很有用的一個公式 就是說 即便我們無窮能比級數 看起來好像是沒完沒了 對不對 但他的這個式子 是蠻好算的 那你回去看剛才22頁前面那一頁的那個式子 22頁是針對一個 數列的討論 只看一個數列他沒有去做加法 他是去探討說 我 某一個單項 這個地方 A豆點 AR豆點 AR點放 豆點 所以 豆點來寫下來的話 就針對每一個單項去看 我這個這個某項是誰 某項是誰 這樣子 所以 22頁 的式子 其實你會發現說和24頁的式子 差別在哪裡 差別就在這個R等於1 在22頁這邊公比等於1的時候 他還是會熟練 還是會熟練 對不對 可是你注意到為什麼公比等於1的時候 回來24頁這邊 24頁這邊 第二個 絕對只R大一等於1時 那麼他通通都是大三 蠻好想的 也就是說 你這樣想 R等於1的時候 我們講說就是每一項都一樣的 譬如說每一項都是3 每一項都是-2 每一項都是二分之一 每一項都是什麼負根號2 每一項都是P 這個圓周率 所以你這樣看當你R等於1的時候 每一項都是相同的 所以到了無窮多項的時候 還是相同的那一項對不對 所以22頁在講的是說 R等於1的時候 他是會熟練 會趨近於固定的塑膠熟練 我想這個沒有問題 可是注意到第2點這邊 24頁第2點這邊 R比1大的時候 R比1大的時候 現在我們現在做什麼 加法 極速兩個字的重點是在加法 所以你每一項都一樣的數字 譬如說剛剛講 每一項都是5 每一項都負2 每一項都P 每一項都負根號2 加加加加加加 去加無窮多項的時候 是不是就會越加越大 或者是如果你是等於 譬如說 R是等於正1的時候 你每一項都是負根號2好的 加2次加3次加4次加5次 就會加到好多好多個負根號2 對不對 那就變成會越加越小 往負先打去 去走這樣子 所以 22頁跟24頁這兩頁的 所謂的這個 方塊所探討的東西 你會發現 公比在正負一之間的時候沒有等號的部分 就 意思是一樣 都是 都是有一個發生一個收斂 對不對 那只不過 在22頁那邊 他是數列 所以探討他會收斂到0 因為他是正負成小數 越乘越小 那在我們24頁這邊 他是一個極速求和 所以他就得到了一個式子 叫做1-R分子A的一個重要的一個式子 這個我們在下面立體就會做 用他來做就對了 那再來第二小題 第二句話 也和前面的22頁的 差不多也都是在探討發散 但是就多了一個 R等於正1的時候 在22頁R等於正1他還是收斂 他是單獨的 數列 去探討 個別某一項 可是現在我們24頁這邊 我們24頁這邊的話他是 等比極速的部分 要去做加法的時候 你公比等1的時候 每一項都一樣 所以加了無窮多項之後 就會有可能越加越大 或者是越加越 小 所以為什麼要做拔散 為什麼要拔散 所以 24頁這邊我們一樣利用這個公比的答案 我們去 列一個好像數線的 一個範圍來看的時候 他在 中間的這個正負一這個範圍裡面的話呢 他的極速就有一個收斂公式 1-R分子A 那相對的 在1的外面 1的右邊跟負1的左邊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時候的這個 1跟負1他畫實行點是可以的 因為他是 有等號 我們在區間表示法裡面 等號就代表實行點 這個不要忘記 所以 第一個 負1-R小1他是藍色 因為他強調藍色 藍色這個點是紅色嘛 所以代表他會到第二項這邊 第二項這邊 所以 我們24頁的這個得到的一個重要的公式 請同學特別特別把他畫起來 所以看到左邊這邊所寫的 無窮等比級數呢 Sigma的 N等於1到無限大 ARN-1四方 他的收斂條件就是 負1小R小1 那也可以表示成這個樣子 你如果不想寫負1小R小1 就直接寫成 R的絕對只小1也可以 因為他有正負 對不對 那其實 也就是我們 上禮拜所講 這叫做這個R就是叫做正負 純小數 正負的純小數 的一個意思 的一個意思 來我們的那個 我看立體 我們正負到幾點 Effrey我們正負到幾點 10分 10分 OK 來這樣好我們立體九這邊就是做上面的這個公司的使用 那我們很快提一下好了 我們大概就下次再掃好 今天省一點時間來不及上 像第一個我們檢查一下 1和1分之1和1分之1和8分之1 他的這個公比就是會 用2除以1 13除以2 這個公比是1分之1就是屬於第一種 他就屬於第1種 他是屬於小1的 那像第2個 負1分之1的N 這公比是負1分之1 他也是屬於第1種 因為你是等於負的 那個一個小數點 負0.333 所以他也是屬於第1種 那麼 一大堆3 做完加法之後 就是越加越大 所以我們可以馬上判斷出來 第3個小題他就是 發散 他就是無法求和 或者說他的和是無解 就不存在 也可以 我想這樣子 就先做個判斷 來我們這個立體九我們下次再上好了 就下次從這邊開始 9月的20 21 22 好然後我們就前 拍照 等一下老師把他關起來